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对这个人好 这段时间你对他好 那段时间你也会跟他拜拜 这段时间你对他很恨 但是过一段时间你可能又很爱他 就是缘分呢 所以佛上叫你们不要爱死去过来 也不要恨得咬咬切死 所以人呢也不要恨过头 也不要爱过头 所以中国传统文化想要中庸之道 不要太热了 也不要太凉了 人家就感觉到很舒服 我问你们 你们洗澡的时候水太热了汤吗 你凉了是不是太冷了 那什么样最好啊 那什么样最好啊 温最好吧 所以适度的做一些事情 不要过头 那是中庸之道 孔老夫子讲的就是中庸之道 没有什么特别好 没有什么特别不好 这世界上一切你自己控制的好一点 人家很热的水到你这里来 你把它弄了温一点 人家很冷的水来 你把它弄了稍微热一点 调节的呀 你今天在外面就等于水灌到你耳朵里了 你听到这件事情不开心了 水是冷的 你马上调节 没那么坏 这事情说明天就解决了 好你调节好了 你说的温了就舒服了 比如明天有可能要让你做局长 明天老板说要提升你做manager了 哎呀开心得不掉 热水进来了 要把自己烫着了 冷静一点 我有这个父亲吗 我有这个本事吗 能做manager吗 maybe 可能 我也不要太开心 明天从单位里去看看 老板会不会给我 那这不就调节好了吗 人家学会调节 这个缘分来的呀 所以因缘生 你就进入了因缘 因缘生 无名就生 这是后面的句话要记住 因缘一来呀 你就不懂了 你就会慢慢的无名了 就不明白的事情就来了 让你今天做经理了 你说你明白了 你怎么做啊 你从来之前没做过领导 现在领导突然直接说 来 让你做领导了 开始无名了吧 啥了吧 不知道怎么做人啊 做事啊 所以因缘生 无名生 很多女孩子没结过分 或者第一次谈恋爱 你是不是就无名了 你不知道怎么谈恋爱的呀 所以无名生 就是缘分来的 要认清 诸法生灭 也就是说 菩萨让我们认清 这个世界上 一切的事物 称为实法界 一切事物 就是人间的一切事和物 都是有生有灭的 有时候 有时候一个事情不开心 也会生灭的呀 生出来的气 那么总会有灭掉的时候 你生什么气了 你今天跟他好 你也会跟他不好的 你知道会不好 你也就原谅他了 以后再会好嘛就好 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 生灭要理解这个道理 所以缘起心的本质 佛经上讲缘起心 缘分来了 你的心就开始动了 缘起心 本质是什么 就是因缘生呀 所以因缘生就法生 因缘灭就法灭 所以佛经上讲 什么叫因缘生 今天人家跟你介绍 男朋友有开心啊 过两天好了 因缘不好了 两个人吵架了 因缘灭了吧 法灭了 这件事情 法灭这个法 就是说这个事情没有了 人间之法 所以法缘也灭 那么这个人 给你的缘分就没了 所以很多人 在事故弟子 一直跟着事故 十几年了 那有的人那离开了 就跟事故 缘分就没了 那你到今天 还跟着事故的 那你跟我的法缘就没灭呀 你还是师父的弟子 你至少跟着事故呀 你离开了永远不来 那么我们这个法缘就灭掉了 所以 人是由因缘和合而成的 因就是你 之所以成为一个人 因为这个道理就是你要偷人 你有父母亲 然后慢慢地成为一个人 那么缘分到了 你长大了 你各方面就缘成了 你就成为一个大人了 成为一个好人了 那么你有恶缘 就成为一个恶人了 你是个好人 善良的人 就成为一个好人了 我们说 因缘和合而成 因缘没了 你就什么都没了 你今天没有缘分了 你说你跟这个人 可能好在一起吗 你今天做人的缘分没了 我经常讲 范图的人 如果抓到判刑墙壁的话 他做人的缘分没了 听得懂吗 你跟人已经没有缘分了 你就啪啪你就死掉了 你只能跟鬼去做鬼去了 所以很多人 你捉弄别人 最后人家认清你了 不跟你交朋友 你这个人跟这个人的缘分就灭了 所以因缘像一个铁链 生生灭灭 生生不惜呀 拉住你呀 又有缘分了 又拉住了 所以很多人好几年不合作了 过一段时间又合作了 生生灭灭 生生不惜 没有尽头 你说着看人跟人之间的交往 有尽头吗 有时候吵架吵一辈子了 也不会离掉 也是没有尽头 上班也是这样 无名也是这样 因为你一辈子不可能什么都懂 我们伟大的佛陀什么都懂 所以你们要好好地学 无名永远会无名 所以很多人家里没办过伤事 有一个人过世 他不知道怎么办 他慢慢地知道 哦 原来怎么办 他也是慢慢地明白很多道理的呀 所以这个世界上没有办法止境 无止境 永远会不明白很多道理 你知道这个世界上各个领域 你一辈子都搞不清楚的 行行处状元 很多时候各行如各山啊 你就是个医生 你不一定会什么都能看的 你说你是个医生 你什么都会看病啊 无名跟老死 为什么会放在一起 因为一个人活到老 哪怕死了 他就不一定能够明白 所以叫无名跟老死一直无尽 没有尽头的 一个人一辈子都搞不懂啊 很多人死的时候 我来到人家干什么 怎么就没了 就走了 我来干什么 他搞不清楚 他还是无名啊 无名一直到老死 所以叫无老死记 就跟你们讲信心 所以要认清缘起观 缘起就是缘分来了 这个事情就发生了 缘分没了 这个事情就结束了 你们现在跟图上有缘分 你们就学过了 你们跟菩萨没缘分了 那可能你就不学佛了 就是这么简单 因为缘起观 就是你只要看到缘分 你就走了 那你可以产生智慧 产生智慧看破缘起 一个人有智慧了 就不怕缘分来 缘分来了 你照样能够挡掉 没有缘分你就挡不住 找不到 没缘分了 很多人跟台长说 台长我这个人啊 其实我很有能力的 我就是没有好好的缘分 我是一匹千里马了 没有缘分了 我就告诉他 你就算一匹千里马 你没有缘分就叫没有缘分 但是你这个马要天天锻炼 不能把它养得太胖 不能整天好吃懒做 你终有一天被缘分发现的时候 你就成为一匹好的千里马了 也就是说要等缘分的 一个很好看的女孩子 不一定嫁得到一个好男人 一个好男人也不一定娶到一个好老婆 这个都是缘分的 哪有啊 一定是的 你找个美婆去讲好了 美婆介绍男的就把这个男的讲得像白把王子一样 讲个女的就像美洛天仙一样 所以希望你们要懂得因缘和合而成 看破缘起 超脱十二因缘的束缚 就是人跟人的情啊 要看穿啊 要以缘起观 看破它 不管是今天跟这个人好 跟那个人好 跟这个人有缘分 跟那个人有缘分 都是缘分 缘分只要升起了 它就会灭掉 所以缘起观 你就不会去执着 无所谓的 一切的缘起 是空的 有缘分 它会没有就是空的 所以真正的要求解脱 可以成佛 看不出缘起的空性 真的修得好的人 连缘起的空性 你都不要看 这缘分本来 来了跟我也没关系 走了也没关系 你根本已经没有 把缘分当回事 那你这个人就看空 最近家里要来个人了 很开心 我很喜欢他 好了 开心了吧 缘起了吧 执着了吧 教税不好了吧 人家告诉你说 一年之后 我会帮你介绍个男朋友 长得就像好莱坞明星一样 你一年可能就睡不着觉 但是问题是要不要你的 没有缘分 只是出缘 起缘 所以教你们缘起观 不要想得太多 想得多了 就是神经病了 所以师父教你们 不要落入执着的空性中 执着是什么 这件事情一定能成功 我一定要做 我的孩子出来 以后出来呢 肯定就是一个大科学家 你也要看看 你儿子脑容量有多大 实际上一个人生 没有一件事情 是我执着的 我一定要 我一定要记住 我一定要怎么样成功 没有 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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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则的话 你执着了 你就永远不能处理 你就会陷在那件事情里面 所以你天天想着耽误你不开 一定的事情 就陷进去 你天天想着让自己孩子考虑 金融中学 你就陷入了孩子的陷阱当中 你天天想 做六合彩 你就天天陷入了六合彩的陷阱当中 所以人叫自然 你们看现在 叫你们吃东西做自然吧 Nature 你们现在都喜欢吃自然的东西吧 不自然东西装出来的 总是比较牵强的 所以我讲给你们 圈的意思 就是告诉你们 人不要陷在自己的命运当中 因为你不明白 你有无名 你会没有止境 因为你只要有一点点不明白 你心中没有佛法 不明白 你就一直停止不下来 你就永远不能看破 你就离开了佛缘 你就永远放不下 看不破 讲给你们听就是道理 好 那么 接下来呢 跟你们讲 金刚经啊 里面呢 有很多好的经句 金刚经的 非常精辟的句子 里面有一句话叫 所谓佛法者 即非佛法 这金刚经里面 所谓的佛法 它的意思就是说 你们现在学的 讲的是佛法 实际上 它的真实的本性 并不是佛法 并不是真正有这个佛法 如果你觉得你心中 我有这个佛法的话 有个观念 嗯 我是学佛法的人 你已经坐下了 所以修到最后 金刚刚的人 就是你自己是学佛法的人 你不会认为自己学佛法 我这么讲 你们肯定不懂 但是我一举例子 你们懂吗 你今天是个好人 你说你会说 我做点好事 我是好人吗 你好人 我肯定做好事的呀 你是个好人 你做出来肯定好事 你不会再去说 我是好人的 我要做好事 说明你还不是一个好人 你真的是好人 你还会去想到 我是个好人 我要去做好事吗 这就是 金刚经里面的精彩的东西 就是告诉你们 佛经不一定在书本上 是在你的心里 而且融会贯通之后 才成为真正的佛法 就想问你们 你们小学里的课本 语文课本 现在还有吗 有谁保留的请举手 没有了吧 到哪里了 讲给我听啊 心里已经融化在你们的心里了呀 现在明白了吧 佛法在你们心里了 已经不是说专门一个佛法了 它已经在你们心里了 所以你并不认为这是佛法 你现在讲出来的语言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 哎呀我小时候那本书上学到 已经没有了 因为你已经融化在你的生活当中了 一个妈妈为孩子做事情 会说 哎呦我今天是妈妈 所以我要为你孩子做事 那想都不会想的 就是做做做做做 她就是妈妈 很善良的妈妈 所以世间皆是佛法 真正的佛 她不认为自己是佛 真正的圣人 她不认为自己是圣人 再降低一级 真正的好人 她没觉得自己是一个好人 但是她是一个好人 你说说看 一个做好事的人 她会不是一个好人吗 所以你们认为她是好人 而她自己 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好人 就是这个道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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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